4号上午中国国务院记者会上 北京官员手上捧的 就是热腾腾刚出炉的 中国民主白皮书 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 人民当家做主 是中国的民主的本质和核心 大陆官方近来积极宣扬 中国是全过程民主 并大力反驳西方民主制度 这其中有什么不同 会中官员做出解释 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56个民族 和14亿多人口的大国 如果没有党的领导 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搞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 是很容易搞散搞乱的 美国将在9号召开虚拟领袖民主峰会 没有获邀的北京也对此提出看法 美国自诩民主领袖 组组织和 发展史上的笑话 一句民主各自表述 有外媒评论 中美正在陷入一场 围绕着民主的话语权之争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